歡迎收看穩超聖券節目 我相信今天的節目 對全國的投資朋友們來講的話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顏老師 今天在節目裡面講的話 你要稍微的要做一下筆記 不要等說事情發生以後 你又跟老師講說 老師你好像之前都沒有跟我講 所以說顏老師有些事情 都是事先講 不會跟各位馬後報 明天這個大盤 就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 這個轉折的話也許會牽扯到 你手中的資金 包含你的財富又會不會 再一次的重新再分配了 所以說今天的節目 麻煩你要花點時間 花點精神 來 老師現在要跟你講解了 來 注意 那今天的大盤開出來 大跌了102點 好 那希臘的問題 也到今天這個公投結束了嘛 那你注意看 目前為止 這個大盤好像落底之後 都在這個地方 在做出一個區間震盪整理嘛 那這個地方如何來判斷多空 就跟之前我們在6月2號 我們領先市場 在這個位置區 我們先告訴各位 這個地方 開盤把法開出來的盤 叫做加空盤 所以說我們在隔天 把股票做出個清倉嘛 一清專案嘛 所以說這個下跌了之後 跟我們的手中的財富 沒有任何的影響 好 那在這個地方 你要注意到6月25號 6月25號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顏老師跟你講的圖表 6月25號這一天 如果說你按照我們的K線理論 來導播拉近 在這個地方 出現一個低檔的拇指線 這個拇指線出現之後 隔天的長紅K棒 將這個所謂的均線 我們的均線三法 在6月25號 形成一個地方叫黃金交叉 也就是說你從底部開始算了 往上漲 漲了接近300點 那老師有答應你們嗎 不管是出現黃金交叉 不管是出現死亡交叉 老師都會在節目裡面通知你 來 注意喔 今天7月6號 這個均線上面出現一個死亡交叉 出現一個死亡交叉 那你要記得 出現這個死亡交叉到底怎麼看 不是說你看到了 黃金交叉就往上做 哇 死亡交叉 哇 你就開始喔 非常害怕喔 不是這樣子喔 因為岩老師交給你的 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啊 我們這個方法叫均線三決 買賣絕對有依據 這個重要的判斷叫做中線 我相信這個中線的參數 在9338點 這個也就是說 多方跟空方這一個分界點 那這個中線老師講過了 江湖一點絕 就是你要觀察這個中線 不管是大戶 中 十戶 操盤人 都要看到岩老師 這根所謂的中線 那如果說你就所謂的型態學來看的話 這個叫做三角的收斂 上面叫做壓力 下面叫做支撐 好 三角收斂的末端啊 他會出現一個關鍵性的轉折 好 也就是在明天 但是岩老師有事先 在6月底跟你先預告 他是二高站上趨勢 老師一直很強調這句話 是二高 不是三高 如果說是三高站上趨勢 這個趨勢是形成的喔 但是他是屬於二高 二高是屬於弱勢的反彈 所以反彈300點之後 來到這個地方 老師有跟你先跟你告知 底部的支撐在9170 壓力區大概落在9500點 好 那你目前為止的話 我相信岩老師完全的跟你驗證了 那也不是說什麼樣的股票 在大盤跌的時候啊 他都會跌 好 那你注意囉 來 這個代號4137的F立峰 來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這個就是說大盤不管漲跌 跟他影響性非常小 代號3665的來 F帽連 近期而言 也創波段新高 包含3552的同志 近期也創波段新高 6415的來 這張股票叫系列 我相信這些股票你都耳熟能詳 包含4966的普瑞 我相信這些股票 也就是說跟大盤的關係啊 它的密切度不是那麼樣的深啊 那你要找尋這種股票 那應該要找尋在一個底部 可以做出個買進 那所謂的股價被低估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注意到這張股票 那利用我們的均線三法來找買一點 那老師給你示範一張股票 來 這張股票6456的來 來 這張股票 代號叫做6456嘛 英文名稱叫FGIS 中文叫做葉成 好 那今天創了一個 上市以來的高點 那老師把圖放大給你看 英文老师今天就利用這個圖 來跟全國的投資朋友們 來做出驗證 那看到這個地方叫做什麼 低檔拇指線 好 低檔拇指線 這個叫關鍵性的轉折 這是第一個轉折 好 那第二個轉折叫做 低檔的十字變盤線 好 有人說要看隔天嘛 隔天就拉到漲停板 你看隔天是沒有用的 你必須在十字K棒開出來之後 在當天盤勢裡面 你就要下判斷 好 所以關鍵的轉折 在這個低檔的拇指線 在這個拉回的十字線的隔天 你就要去做出個判斷嘛 所以說你掌握到這兩個點的話 我相信從這邊開始買 好 日K連三紅 你可以在高檔區 你先行做出一個賣出的動作 當這個修正結束以後 出現一個低檔的十字變盤線 好 你再隔天去做買進 今天創新高 好 我相信這個轉折你抓得到的話 你應該就是大贏家 老師啊 你在說笑話是不是 操作哪有那麼神的 好像這個大盤是給你畫出來的 好像這張股票是你去畫出來的 我相信絕對不是啦 但是操作一定要講證據啦 我們操作一定要講證據 來 這一天 6月17號第一次進場布局 看到K線 第一檔拇指線 嚴老師沒有講錯嗎 第一檔拇指線喔 來 再看一下電腦 來驗證一下 這個是不是叫第一檔拇指線 出現日K連三紅 這個地方有沒有出現日K連三紅 有喔 那是不是逢高 逢高要先擴立了結一次 沒有錯吧 沒有錯喔 好 那這個第一檔出現十字線 有人說要看隔天嘛 隔天受換盤以後才知道 嚴老師跟你講的不一樣 第一檔出現十字線 隔天盤中你要判斷買點喔 好 就是這一天啊 7月1號 買了以後直接拉漲停 如果你沒有提早出手 這根漲停板啊 你可能賺不到 因為有人跟你講啊 第一檔的十字線要看隔天 來 這個叫第一檔的十字線喔 來 驗證一下 在這個地方 一樣喔 這一天買嘛 大概買在開盤價拉漲停 好 那後面怎麼判斷會大漲 利用我們的均線三缺啦 來 7月3號上個禮拜五 來 這檔股票再創波段新高 好 那如果說 嚴老師就用所謂上禮拜五啊 這個收盤價 我們這一次的操作啊 第二次的操作 好 也就是說到上個禮拜五為止啦 今天創新高就不要算喔 我們已經可以賺到14% 14%啦 不包含第一次的操作 不包含今天早上 好 這個大盤裡面的創新高 我相信你得到一個驗證 但是後面這張股票會不會漲 你要注意喔 這邊有三個題材 你要注意的喔 也就是近期傳言嘛 iPad的訂單它有七成喔 這個你要評估一下 那包含目前為止拉貨潮產生的 iPhone 6s系列的 這個地方你也要注意一下 到底是不是跟市場上面講的是一樣的 尤其要注意第三季的一個 所謂業績成長性不大 應該會落在第四季啊 但是它的股價已經開始先反映喔 但是它的股價已經開始先反映喔 也好是之前跟你講的籌碼分析啊 它叫外資持股比例60% 那你看近期而言的話 買超的幾乎都是投信啊 投信的話在這個低檔區啊 連續三天 包含今天在內 都是站在所謂的買超 今天的買超數字尤其大 如果說明天有拉回的機會 你敢不敢買 這個就是操作的一個重點啦 來 這裡讓你看一下 你要注意喔 iPhone 6s的拉貨槽在7月會啟動 那啟動的原因啊 也就是說壓力感測的功能啊 目前為止這個製程是很複雜的 所以說這個拉貨槽會提前啊 來做出一個發動 那供應鏈啊 它的加溫的效果也非常大 那業績財報要注意到 到第四季啦 第三季的話 它這個增溫性比較低啦 你要看到第四季 但是股價可能怎麼樣 有機會提早反應 那我看到這邊的所謂的 營收報告也好 外資的平等也好 我相信這檔股票 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是做到一個成功操作啦 但是不是說你看到節目啊 老師啊 這支股票這麼強的耶 我看電視去買喔 絕對不要 我驗證給你看是說 這個地方有關鍵性的買點 叫低檔日出線 日K連三紅先賣一趟 拉回修正以後底部的十字線 不要看隔天 你在當天你就要去做出一個怎麼樣 在當天喔 你就要去做出個判別 應該不應該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好 那今天創新高喔 那老師講過了喔 我們的簡訊啊 從上個禮拜五 就正式的開始做出個保密了 那既然做出個保密的話 我們的簡訊在節目裡面 我們保護我們的會員的權益 我們不會洩漏任何一個字 好 這個也就是說 對我們的會員啊 負責任的一種態度啦 這簡訊的內容 我們不會在節目裡面 隨便的去做出一個透露 那顏老師為什麼會舉這檔股票 也就是說你不要常常出手 你不要常常出手 一檔股票做對一次 總比你做十次好 後面還有很多好的股票 在近期而言都會大漲 比如說像這檔股票 我們目前為止操作兩次囉 那後面的股票即將要發動了 而且都是波段股的 如果說你對於我們操作有興趣的話 麻煩你跟上顏老師的腳步 但是一定要等顏老師的通知 你再去做出一個買進的動作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消息 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島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俄牌 氣密窗 2987 1111 运达头顾 颜老师 会员三级跳 特会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师大个大 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加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顾 颜分医师 擅长基本密研究 资密完整 经用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问言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胆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辅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几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变得五智股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黄金双锦鱼 五站到达安 精品饭店宅 PGW国际建筑团队 台北时尚 一至三行 2948 6777 回国21天内若出现不适 请先拨打1922防疫专线 1922提供24小时 国内免付费的 传染病电话咨询服务 预防疫波拉等传染病 非必要请勿前往疫区 若必须前往 不接触寻鸟 野生动物或接触病人 不身影生食 注意个人卫生 落实勤洗手 咳嗽戴口罩 疾病管制署关心您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 继续收看杨老师 问你组织的 稳超声卷节目 那近期而言的操作 那就以这档股票 代号64 这个56的夜城 那第一次的操作 第一档拇指线 日可以连三红以后 第一买 我们做出个高卖的动作 第二次的一个买点 在拉回的同时 出现一个叫做低档的十字变盘线 那我们在隔天就进行一个判断 这档股票做出个买进 那到今天创了一个 所谓上市来的一个最高点 那这档股票后面的简讯 我们就不会在节目里面公布了 因为我们节目的特点 我相信 如果说你常常看老师的电视 你应该都知道 严老师公布只有一次 那这公布的原因就是让我的会员 来做出个验证 不是说让你看到电视 哇 这支不错 创新高老师你这么厉害的 我来跟你做出个买进或卖出的动作 绝对不是这样子 我们教的是给投资人一个方法 我们教给投资朋友们 是一个买进跟一个卖出的 一个关键性选择 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选股的逻辑 我相信严老师的会员 应该可以感受得到 那老师近期的节目的话 在7月份 如果说你想要锁定严老师的节目的话 老师在这边不愿其烦的 再帮各位讲解一下 那运动财经台的话 在早上有两个节目时段 这个都一直都没有变 包含礼拜六礼拜天 晚上的节目时段 你下班以后回来 麻烦请你锁定 晚上8点到8点半 这个晚上的运动财经台节目 这个节目对各位来讲 有可看性 有可看性 赢家台一样在早上 那包含非凡系列的 包含财经节目 包含这个杂志 老师都担任所谓特约的一个分析人员 我相信你在节目里面看过严老师 应该不是看一天 也不是看两天 那今年下半年到底要注意哪一些股票 那严老师今天图卡跟你讲 这么多内容 目前为止你要注意苹果概念股 iPhone 6s的概念 包含今年下半年 第三季第四季业绩有机会爆发的 如果说这两个题材合起来 这个爆发性就更强 所以说我们基于这个理由 我们买进了代号 6456的FGIS 他叫叶成 英文名称在这边 中文名称在这边 那年纪大的你就记说 老师讲的这档股票 叫叶成 那第一次买进嘛 在6月17号危机入市 卖出在日K连三红 顺势的来做出个调节 第二次买进的话 在所谓的低档的出现十字线的隔天 来判断这档股票 在盘中就要判断 不是等收盘再判断 因为收盘的时候 甚至在盘中的时候 他已经拉到涨停板 所以说你在当下 在当下你没有进场的话 那这个涨停板跟你 跟你可能是没有缘分 但是老师要讲 如果说你真的很厉害 在隔天 来这一天 这个所谓涨停板的隔天 你还是买得到 你还是买得到 但是你敢不敢买 老师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买卖点 一定是专业的 那带领我们的会员 布局成功 直接达证到涨停板 那你买得够低 老师也认为你应该抱得住 那7月3号的一个收盘价 差一档 就差一档 拉到涨停 这个从这边开始涨 涨停板是10% 那老师跟你结到7月3号好了 收盘价 我们进场到收盘的话 上涨了14% 不包含今天涨的 好我相信老师的动作在简讯里面都很清楚 你现在要注意这支钩票 7月份有拉货潮 业绩有没有办法成长 重点在今年第四季 这个财测能不能够达标 还有看到它成长的一个力道 好这个都是重点喔 包含啊 你之前老师跟你讲的啦 外资持股比例 现在持股比例开始增加了啦 持股比例开始增加 包含投信也在买喔 所以说这档股票 你有机会做到反败为胜啦 那这是近期而言 我们操作的一档股票 那老师股票也不多啦 老师你们都很清楚 一级会员 从001到003 老师限制就是说 一级会员只能做三档股票 每一档股票都有一个所谓的编号 那新的股票我们在这个礼拜 利用大盘修正拉回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进场布局 那老师也希望 你能够一起来参与啦 就像今天这档股票 带号3663552的同志啦 这一档股票今天还在涨喔 近期而言都在涨 你买到这种股票 这个叫波段操作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你可以成为大赢家 但是在底部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专业的分析师跟你讲 这档股票你去买 有买 有法度大坛 有机会改变人生 这个就是我们要传达的讯息啦 这个就是我们传达的讯息啦 旁边的基本面消息 业绩的成长 老师都可以起来这边 技术面找买点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的操作 有机会 你真的会赚到大钱 这个买卖都要讲证据啦 我的会员拿出你的简讯来对一下 那后面的老师就不方便了 因为业绩要 题材跟前景 就是这两股票最重要的买进的一个契机 从没有涨停板一直到三根涨停板 好 一直到三根涨停板之后 又开始井上天花也好 一直到创新高也好 甚至涨跌幅开放了10% 他还送你两根10%的彩色的涨停板 好 那创新高咯 这种股票创晋级新高 买到这种股票啊 来 这边 真的啦 你可以赚到大钱 代号3665的F帽连 老师啊 最近很飙 你不要看最近啦 你怎么会看最近呢 你应该看底部有没有买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三个月的操作到今天为止 股价从不到100块 涨到快要200块 也许这个月会到200块 那股价就正式的喔 倍数翻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来 时间回到3月底 距离现在的话3个月啊 3个月不算长也不算短的一个时间 中间的操作 我相信你每天看节目的 你应该都不会错过啦 你有没有赚钱你心里面很清楚啦 第一要件要布局嘛 你没有布局后面的题材发酵了 你说老师 你没跟我讲 老师怎么没跟你讲啦 老师还提醒你喔 如果从不到100块 涨到200块 这叫倍数翻喔 这个不叫波段喔 倍数翻跟波段差很多喔 这个叫倍数翻喔 老师都会留下证据啦 因为证据会讲话 还提醒你倍数翻啊 请你拭目以待 4137的来FD封 股价近期 今天啦 栽创新高 尽情有跟你讲 有跟你讲吗 路过不要错过 请你布局 第一次的操作 第二次的操作 这个叫第三次的操作 这个叫第四次的操作 这个叫中间还提醒你啊 买进卖出的一个证据 简讯开始保密啦 我们就不讲了 买进卖出的一个证据 我们就跟你公布到第四次啦 公布到第四次啦 那这个礼拜里面的行情里面 你要注意到哪一档股票 我这边先跟你提醒一下好了 来 这支啦 第一次操作 错过以后等一年喔 均线三法来判决 好 那你要注意这档股票什么东西 来 重点在这边 一样是iPhone 6C 6S 6S Plus的 一个所谓SIP的一个封策 这个商机会被启动 如果会启动的话 会不会跟代号6456的 这张股票叫FGIS一样 它直接喷出去 这张股票是直接喷出去的喔 好 那这张股票还没喷嘛 都是做相关的 都是业绩成长的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 这张股票你不要说 老师涨上来都没有跟我讲 我们简讯保密咯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公布的 那老师可能稍微提醒你一下 那这个礼拜操作 如果我们准备要布局两档股票 两档股票都是利用大跌的时候 我们会利用个实际点 来做出个切入 那如果说你对我们的操作有兴趣的 你想要做出个波段 三个月的操作有机会赚一倍的 这个时候麻烦你赶快跟著 业老师来做到一个危机入市 那成功的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成功的人想要改变命运吗 你真的想改变命运的 那今天请记得 业老师会帮助你 因为你是需要一个帮助的人 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 请注意喔 吸收你的会期 祝各位一路发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711111 运达头顾 连老师 会员三级跳 特会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师大可大 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连达头顾 连达头顾 延分医师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密完整 功用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工头 积极贷行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绩效 灵活攻守 是能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任务资股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降一度 降两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五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啦 就是这样啦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 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第一台不需要安装冷煤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 应该说它是一台 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式冷气 免工具免安装 没有压缩机 不用冷煤 只要140瓦 准备超省电 它的原理就是 融合了冷气机的散热片的散热原理 以及中央空调 冷却水塔降温的冷凝效率 达到冷气